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京东纳斯达克上市有牛无奶 京东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发行价19美元 最多融资将超过20亿美元 成为纳斯达克第118家中国上市的企业 为此纳斯达克送给了京东一尊金牛作为惊喜 不过广大八卦群众期待的刘强东女友奶茶妹妹并未现身 对于奶茶妹妹没有来东哥称不好意思,这是私事 再来看看这条微博 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在极力植入好莱坞的大片 在超饭蜘蛛侠二中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 就惊现了中国白酒见南春的广告 而在即将上映的变形金刚四中 中国熟食品牌周黑鸭也将现身 华尔街日报称周黑鸭并不是植入变形金刚系列的先例 早在变形金刚三中就有一粒书画奶的广告植入 而相关人士表示,周黑鸭希望植入变形金刚四 能够把它打造成中国版的肯德基或者麦当劳 筹划高端的品牌路线 最后来看看这条微博 美国爱达河州的一对夫妇为了解决气候危机 研发出了可铺设在马路表面的太阳能板 不仅可购汽车安全行驶 还可为电动车自行充电 甚至克服了下雪的天气 未来若全美马路上铺上这种太阳能板 估计可制造全国所需的三倍电力 彻底取代石油和燃煤等能源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